歡迎收看肥仔症候群 我是迭兄 老趙 風哥 話說今天有個朋友在澳洲回來了 學了去買特別奇怪的零食 回到香港給我們試一下 澳洲或者其他外國的地方 食物是否這麼難吃 第一個澳洲人很喜歡 拿來早餐點麵包 那些醬啊 我們香港人是怎樣的 我聽人家說的很小醬 它很重的豆豉味 這個豆豉味很重 這個豆豉味很重 那時候會沾著這個麵包吃 第二樣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澳洲人的1.0食 我們香港人叫做車輪糖 它的形狀 有一個真的好像車輪一樣 這個版本有另一個是條狀 這個人家說吃起來真的有車輪味 我說不知道我沒吃過 因為兩個杯麵都是澳洲才有的特產 這個是牛肉口味 牛肉口味 這個是豬肉 那我們先喝口甜 我們試一下究竟澳洲市醬 究竟真的這麼難吃 還有到時候我們吃 只會給個分 10分就滿分 當然在座各位 今天這一堆的 哪一個人最低分 去到澳洲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買那種手帳回來給朋友 弄一下他也不錯 那拉筋 沒有跟你開玩笑 不是細細筋 各位接受挑戰 差不多了 一大口 不要細小口 起碼半個 1 2 3 大家好 也太熟了 呀 呀 virus 等於オ chicken 是豬肉的 雞肉的 可以再吃一口嗎 porque 我都說準備膠袋了 嘩 它擁有超級強烈的豆豉味 再將upgrade10倍 嘩 那隻味真是重到黏了 真的不行 對不起各位 我只剩一斤 全部沒那麼臭 1-10分 你給多少分 2-10分 0分 1-10分 上次芥末生的我跟他講到這件事 現在又試試看這杯麵好吃 這個就是Chicken雞味 3-10分 和合理的那種鮮肉味 你不能說很難吃 但是又不能說很好吃 這個清一點 但是總括而言好吃 1-10分多分 8分 肉分 正正常常 還有一個魚筆 因為它清淡一點 是沒有那麼重的 就OK 但是唯一一點 它沒有材料 只是沖的 沒有材料 它什麼都沒有的 這個反而多材料 這個麵質又不一樣 很難吃 很難吃 但是兩個雙肥 我選這個 這個也是分 這兩個雙肥 我也是會選雞 它這隻牛味 其實沒有牛味 我不知道在吃什麼 不知道在吃什麼 學校呢 曲子麵 1-10分 1-10分 我會3分 你覺得呢 4分 吃得多 我這個屎醬真的吃得多 進去吧 好 第三樣東西 就是車胎糖 這個味道 等等 看看下面 它沒有剛才屎醬那麼臭 但它也很臭 哇 黏肉下去 我不懂形容 但它的味道很臭 對 很熟 好像藥蟲 試積一下 3-2-1 這隊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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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它幾分才值得 你覺得它幾分才值得 我呢 我給它很臭 我零 給錢我也不會買 而且不便宜 20多澳 回港幣也不知道多少 哇 總概念 差不多只有杯麵 這隻雞味 雞味的杯麵 是正常的 所有東西都是很服的 可能不適合我的口味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 like share 訂閱我們肥仔做後朋友 我們逢星期 1 3 5 6點出片 下條影片見 肥仔們 拜拜